好 馬來帶你關心到在立法院這邊的最新情形 立法院的龍頭之爭在昨天是落幕了 不過相關的爭議卻是持續的來延燒 尤其在政府院長龍頭的這個部分 民眾黨昨天是公開的指控 民進黨是透過管道來聯繫 希望說能夠透過他們來支持黃珊珊來換取民眾黨 在副院長的部分支持蔡其昌組成山昌配 不過民進黨在稍早的時候是嚴正的駁斥了 而且還反咬明明就是柯文哲 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七點左右 透過一名綠營的一屆大佬來聯繫上民進黨 希望說能夠在這個院長的部分支持黃珊珊 那副院長他們就會無條件來支持民進黨提出的人選 不過最後雙方院沒有達成協議 所以最後來破局 不過柯文哲稍早到立法院黨團這邊來開會的時候 是駁斥了民進黨發言人吳徵的說法 馬上帶你來聽柯文哲的稍早訪問 我跟妳講喔 這個我們今天早上先開成會嘛 開完我會主張告民進黨發言人還有告陶本人 就直接告他 這種造謠的手段我們受不了了 所以是沒有致電綠營大佬嗎 不是 是你打電話來教打給他 他們透過這個應變大佬打給他 所以民進黨有要求說要保態出場嗎 我跟你講喔 這種蠻嘴謊言的政黨 我真的受不了了 這燈子下午就下午什麼都去告他 好可以看到其實柯文哲算是很氣憤喔 而且不只嗆告媒體還要嗆告民進黨這邊喔 而且還說呢下午就會去提告 那不只柯文哲博士喔 其實稍早黃珊珊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她也說對於今天性的脈絡其實他們並不清楚 但是黨團已經發了聲明 也請民進黨不要再持續的造謠 那至於前一天其實在龍頭選舉的時候 也有一個爭議就是民眾黨的這個立委陳昭茲 他在投票的時候因為手是沾到了印尼而變成了廢票 導致說在院長投票的時候 黃珊珊並沒有8票全拿而是拿到了7票 對此傳出民眾黨的中評會下週二就會有相關的採處 不過陳昭茲稍早在黨團這邊被問到相關的訊息 都說他並不知情 以上就是我們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狀況